香港的豪门儿媳妇有无数 在婚后颇为高调的有不少 相对而言 真正低调的不多 香港第二大富豪李赵基 她的儿媳妇许子琪 算是为数不多真正低调的一位 这些年已经甚少在私人聚会中看到她的身影 就算出席私人聚会 身边也一定会有丈夫李嘉诚相伴 又或者说她是陪伴丈夫出席 事实上 如今徐子琪会出席的活动 基本都是夫唱妇随 偶尔罕见徐子琪独自前往 大多数都是与慈善相关的活动 所以想要见到徐子琪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早前李嘉诚的姐姐李佩文 举办结婚40周红宝石晚宴 像这样的家庭性晚宴 竟然也没有看到李嘉诚夫妇的身影 又或者是出席了没有露脸 可想而知夫妻俩颇为低调 并不是太喜欢流连社交场合 盛大的家庭晚宴可以不露脸 不过与慈善相关 关乎底层民众的社区活动 夫妻俩倒是很乐于参与 位于香港深水部南昌街的社区客厅举办开幕仪式 开幕的时候李嘉诚与徐子琪罕见露脸 成为开幕仪式的亮点所在 实际上像这样社区开幕仪式的小活动 李嘉诚夫妇本来也没有出席的必要 不过这类活动的性质特殊 是在做善事又能与基层民众接触 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还是有意义的 徐子琪当天以米白色宽松套装的造型出现 上身长袖外套 下身长裤 这是徐子琪这些年来 与李嘉诚出席活动时最常见的搭配 与其他阔态 宁元陪伴丈夫出席各种活动时 尽可能花枝招展 穿金带银 或是以裙装饰人的造型不同的是 徐子琪的打扮还是颇显低调与朴实 甚至连首饰都没有 这样的造型或许更适合于各种场合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落落大方 又不缺少亲和力 徐子琪在活动中全程陪伴着李嘉诚 充当鞋内住的身份 虽然打扮低调 但是到底是模特出身 身材高挑 当天他穿了肩头低跟鞋 看起来甚至比李嘉诚还略高一点 而他穿着这一身宽松的套装 更显得有形有款 而他的头发染成了金色 与这一身米白色的套装十分搭配 因此很轻易就能成为焦点所在 徐子琪已经41岁了 并且生了四个孩子 不过外在形象依然保持得很好 绝对是出的听堂的典范 徐子琪与李嘉诚出席这类活动 有助的是为丈夫为丈夫家族企业提升好的形象 在活动中它并不只是充当花瓶的作用 还作为代表发言 这个社区客厅是由恒基地产免费借出的场地 专门为通房户而设置的公共社区 由于通房户生活面积狭小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厨房 就更不用说提供给孩子学习的生活场所 所以恒基地产以慈善为目的 借出了占地2000平方尺的地皮 打造了社区客厅 徐子琪是发起人之一 他在发言的时候称 打造这样的社区客厅 就是为给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额外的生活空间 尤其是对于孩子 让他们能够在有冷气 有书桌 电脑的区域做功课 徐子琪在讲述这一番话的时候 是以母亲的身份发言 他称作为母亲 深知孩子多元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他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孩子 在现场 他还宣布给社区150名学生会员 每人发放1000元的书本津贴 徐子琪谈吐大方 优雅 亲和力十足 不只是赢得民众之心 更是让李嘉诚感到脸上有光 作为豪门儿媳妇 他倒也是无可挑剔 难怪李嘉诚出席公开活动 总是喜欢把他带在身边 怎么说呢 徐子琪还是厉害的 尽管在身份上 他与李嘉诚不是门当户对 但是嫁入李嘉后 他可从未让李嘉失礼 反而让李嘉上下 对他都相当喜爱 徐子琪是模特 一人出身 嫁入李嘉之后 他毅然退圈 并且甚少与圈内人士往来 甚至连大小的名媛的私人聚会 都不经常出席 哪怕是出席自家的活动 他都不抢风头 因为他深知傅家不喜欢张扬 而他作为儿媳妇 也不会去极力表现自己 总之 只要是傅家不喜欢的 他都不做 而身为豪门儿媳妇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是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在这一方面 徐子琪也做得很好 为李嘉生了二子二女 可谓是双保险 让李肇基对他宠爱有加 令他在家族的地位更牢固 在相夫教子之外 徐子琪当然好要让自己的外在 看起来很年轻 如今的他 根本看不出生过四个孩子 这身材看起来就像没有生过 气质举止都显得优雅 既漂亮又大方 都说豪门儿媳不易做 别人不知道 但是徐子琪绝对能成为豪门儿媳妇的典范 近日 千亿儿媳徐子琪 久违公开露面 和老公李嘉诚合体做公益 夫妇俩一起陪小朋友互动 画面温馨有爱 当日 53岁的李嘉诚 身穿灰色西装现身 一身简约打扮 显气质儒雅 愈发年轻 徐子琪披着一头浅色长发 身穿米白色西装套装 打扮利落干练 大放得体 又显气质 尽管徐子琪是豪门阔态 但婚后一直很低调 甚少参加公开活动 偶尔露面 都是参加公益活动 这次老公李嘉诚 创立社区免费共享空间 为小朋友提供舒适的学习场地 真的很好爱心 夫妇俩在现场 还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手工 看小朋友们做烘焙 互动画面温馨有爱 对于有四个小朋友的夫妇两人来说 应该很懂得跟小朋友相处 徐子琪和李嘉诚 全程笑容满面 看起来幸福洋溢 两人结婚十八年 感情依然恩爱甜蜜 让人羡慕不已 而且两人看起来 还越来越有夫妻像 笑起来的模样真的很像 郎才女貌 登对洋眼 今年41岁的徐子琪 保养得宜 颜值和身材都相当在线 状态真的很不错 完全看不出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脸上没有一丝岁月痕迹 真的很漂亮 徐子琪2006年嫁给李嘉诚 婚后生下两儿两女 凑成两个好字 成为风光无限的千亿儿媳 成为妥妥的人生赢家 位于深水部南昌街的南昌社区客厅 场地由恒基地产免费借出 于8月29日开幕 当日恒基主席李嘉诚 及太太李徐子琪 在开幕当日都有出席 市值踏入新学年 李徐子琪与家长林天时得稀 他们要负担子女开学书部费不清 遂决定赞助15万元 向南昌社区客厅的150名学生会员 派发每人1000元的书部津贴 以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面积于2000尺的南昌社区客厅 提供了共享厨房、饭厅、洗衣机和干衣机 共享休息空间、小朋友读书和玩乐的地方等 恒地亦负责了装修费用及豁免管理费 预计可服务至少250个同房户 全年服务约4万人次 除硬件外 南昌社区客厅的主题是加一点 为加强加的感觉 社区客厅的每个区域的命名及设计 都邀请了区内部分居民给予意见 如大门的积木墙、楼梯的社区地图等 为让小朋友有较舒适的学习环境 恒地亦添置了不同类型的书籍和意志游戏 让不同年龄的小朋友可以一起阅读及玩乐 也提供各项支持服务 如安排学童功课辅导和活动 举办健康主题讲座 转介合适社服服务等 李徐子奇早前参观时 听圣雅各福群会的同事分享 说小朋友来社区客厅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走向书架寻宝 而李泰泽说 自己特别喜欢一个较具多点的空间 提供客托服务 小朋友可一起玩耍 一起做功课 一起上兴趣班 李徐子奇跟一位妈妈谈天时 知道社区客厅令他们觉得有真正家的感觉 因为他们居住的通房空间太少 小朋友没地方做功课 他们很开心 可在炎炎夏日来到这里 有冷气 有书台 有电脑 小朋友可在舒适环境里做功课 又更可在厨房一起烹调美食 本月刚踏入新学年 作为家长都要为小朋友张罗开学 该名妈妈说 今年的书簿费又增加了 他们需再缩减家庭的支出 作为母亲 李泰也明白家长的压力 恒递岁决定赞助港币15万元 向南昌社区客厅合共150名学生会员 每人派发1000元的书簿贴 支持小朋友快乐学习 也即可减轻他们家庭的经济压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